再來我們要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雖然Focus Guide裡面沒有錯 他有幫我們準備很多素材對不對 但是用久了 請問會不會膩 也會啊 不能老師用那個啊 但是你又不想付費啊 怎麼辦 其實當然付費是一個方式 那如果你不想付費 你也要會找素材 對不對 會找素材 所以老師您可以打開我們這個 教學參考資料這邊 教學參考資料這邊 那您找到我們先從第五個這裡 您一樣會找關鍵字 如果您是放照片的 那當然沒問題 整個人放進去 可是很多時候我們希望做一些去費 去費效果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又沒時間做去費怎麼辦呢 您可以來看一下 這是我寫的文章 我們平常在用Google找資料的時候 比如說您看我們找這邊 如果您直接找胡偉科大 那當然照片就這樣對不對 可是今天如果我加一個png 你有沒有覺得照片好像乾淨一點 對不對 應該說它不會是照片的 不會是照片的 那我們找看看我們的這個 哇這張是沒有去費的 喔有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去費 看這裡 你有沒有注意 旁邊這裡有這樣 有沒有 如果我們加這個關鍵字的目的 png spg的目的 就是png的格式它本身是可以帶透明度的 如果我們一般常用的 像大家常用的什麼 照片是png 很抱歉 它沒有透明度的資訊 那你看我點到這一張 有沒有發現這就白白的 那這一張當然就不可以用 點到它 我把它按右鍵 另存圖檔 各位 在那個focus蓋裡面 你沒有辦法直接用複製圖片 貼進去 你的圖檔要從自己加進去的話 一定要先存起來 所以我在這邊把它定存 我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放在桌面上 好 那你需要這一張的話呢 你看我就從這邊 你可以從這裡 也可以從右手邊這邊 有沒有 添加本地人 自己電腦裡面的 好我就找到 我們電腦的這一張 你看進來有沒有去背好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方便一點 對不對 那不然你每次都要重來 除非那一張 只在你家而已 就是你網路上找不到的 那當然你就不得意嘛 對不對 不然的話如果網路上已經有的 其實你透過這個方式 要找已經去背了 就比較簡單 就比較簡單 對著稍微補充一樣 我們剛剛那個 類型有沒有 是不是都是這種圓圈圈 對不對 請問一定要用圓圈圈嗎 沒有喔 今天不想用圓圈圈 你看一下這裡 左上角這裡 左上角這邊就是增加頁面 就增加頁面 就是我們講的路徑 有沒有發現除了圓圈圈 也可以有矩形的 甚至所謂的不可見的 這張什麼叫不可見的 也就是我真的可以變成一個路徑 可是我不希望有框 了解他的概念 因為有時候有框會給人家一個限制的範圍 那我就讓他 反正可以移到這邊來就好啦 不要就是一定要有框這樣子 所以你要增加也可以從這邊 所以像這樣子就進來了 就進來了 這樣會不會了 那麼我們剛剛有兩個關鍵字 一個是PNG 另外一個是SVG 那SVG的話呢 跟PNG差別在哪裡 一般來講 PNG它是屬於點證 所以你比較容易看到什麼 照片類的 相對的 SVG 它是屬於像樣的 就跟大家平常看到Fresh那個一樣 所以你會看到比較卡通的 比較屬於插畫式的 那我們來試看看 我們這邊一找 不過用我們的比較 用學校的名字 可能不會差別太多啦 這也是我們的嗎 應該沒有嘛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也是透明的 對不對 也是透明的 那你可以用別的關鍵字 比如說我們找找貓 你看我們用PNG 如果今天沒有加PNG 你會看到的 就是比較一般式的照片 這樣沒錯吧 對不對 可是呢 我加了PNG之後 很明顯的 照片會變乾淨一點 對不對 當然 這不代表每一張照片 都是具備的 但是機會會比較高 另外呢 還有一個 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裡有沒有 還在一個Loading中 有沒有 還在下樓中 你可能要稍等一下 像這一張圖片是比較大的 你要等這個跑完 才可以按右鍵令存 假設他是透明的 不然您存到的 或是小傷痕 而不是他原始的那個大傷痕 這要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 今天這個是用PNG 我們用SVG 有沒有覺得比較卡通一點 一樣的關鍵字啊 只是不一樣的什麼 打開類型 好 那假設你要這一張 哇 這一張沒有 這一張 這一張 這張是不是有了 這樣了解 這張是不是也是OK的 但是如果你硬要這一張 請問行不行 也是可以喔 也是可以 因為呢 我們這邊的Office 已經到達2016了 Office 2010以後呢 其實有一個功能 在這裡 Office 這裡 自動化的去備 我們剛剛這一張 其實是很單純的 我把它按右鍵 把它另存 圖片一下 把它存起來 當然在這裡複製也可以 我們把Office打開 我把它關掉 Office 你只要是2010以後的 都有這個功能 請安裝 好 我就開空白的 好的 我們就把圖片 看你是要貼進去 還是 直接把剛那個 用定存或複製 都沒有關係 我就把它貼進來 好 進來了點到它 您看一下 在那個 設計裡面 應該是設計 還是格式 格式 格式裡面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移除被解 是的 這個功能 200以後就有 所以把它按一下 它呢 會先幫我們自動判斷 幫我們自動判斷一下 這裡 這個框框 有沒有 我把框框是它 要的範圍 然後呢 你會發現 有沒有發現 有些地方是紫色的 這個就是它幫你去背掉的 如果你覺得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是不是去太多了 他的眉毛的部分 你就來這邊 告訴他 這個地方 我是要留著的 有沒有 標示這個 綠色是要保留的 你就畫一下就好 你就畫一下 這個地方就可以保留下來 這樣了解嗎 用這個工具 請記得一件事情 不要太認真 我剛剛都隨便畫 我講的不要太認真 是這樣 放大一點 你看 這裡要 我就這樣畫過去 有沒有 不認真 你只要把你要的地方 畫過去就好了 畫過去 畫過去 這個可以調整 如果你有需要調整 這個地方是可以調整一下的 點到它 點到你的那個點 這個是可以調整的 好 點開它 不要讓它點開 這個位置可以移動 這個位置可以 如果確定都OK 打個勾 有沒有就好了 但是你這樣看不出來 對不對 沒關係 我把它按右鍵 你用完了移除背景 你把按右鍵 可以從握人裡面 或拋鍋裡面拿出來 這個功能主要是在握人跟拋鍋裡面 你把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另存成圖片 請問要存成什麼格式 當然是這個 可惜式網路圖形 Portable Network Graphic 就是我們的PNG 這樣你會清楚了 所以你看我把它存成PNG 給它一個名字 給它一個名字 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其實不管你用在Portable 或是這裡面都一樣 好 找到它 請問有沒有進來了 所以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找到 比較好的去配的 搭配我們的Office 也可以硬把它要一點回來 當然我不敢保證它 一定去得很漂亮 但是至少 如果說 你只是很單純的一些 簡單的背景 你運用Office的這個移除背景功能 也可以做到不錯的效果 以前都不知道Office的這個功能 有的也許有 有的沒有 OK 那這樣我們可能時間 就差不多了 這樣 老師對於我們的 今天的Focus Guide 還滿意嗎 可以啦 那麻煩各位 您離開之前 幫忙我們填寫一下 這個問卷 還是那個 或者你有給老師 那個問卷 有喔 好好好 那看老師 你要線上點也可以啦 還是你手上的 都OK 好 那謝謝大家囉 謝謝